那麼我就依照這個簡報 來跟國際報告 那麼 民意代表 中央就是國會議員 好 謝謝 那麼 我們也要行政人員 我們這裡隔園 郡守 也要了解說 現在國會議員 有什麼職權 我們要怎麼溝通 比較不會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了解 國會 那麼國會他本身有一個議事規則 那麼這個議事規則怎麼規定 我們怎麼要了解 因為很有可能將來你也會轉換跑道 你會做議員 那麼國會有管理就是說他必須有自律權 這個自律權 就是說 有一些國會的事情 我國會自己決定 不用你其他外面的其他單位 或是事法部門還是行政部門 來幫我基督 來幫我下指導期 這是國會 獨立自主運作 所以他必須有些 自律權 我們來看他的自律權有規定什麼 第一 就是做這個決定權 組織決定權 組織決定權 他裡面要設多少個委員會 委員會裡面的人數要多少 他可以自己去定決定 好 人事決定權 就是我要聘哪一些 來配合我議會的運作的一些 好比是工作人員 或者是警衛 這個人事決定權 由國會自己來決定 好 遇事規則的決定權 好的制 制定權 我要怎麼制定 有什麼規則 有什麼法則 由 國會自己來制定 不用外人來幫他制定 安全秩序的維護權 就是國會 他可以聘請警衛 保安人員 他這些 人具有警察權 但是跟外面的 警察體系不一樣 這裡 國會 的警察權 由議長來執行 來聘請 聽議長的指揮 來維護 國會議事聽 議場的安全 還有秩序 財務自主決定權 財務自主決定權 這個國會要運作 也要花錢 像剛剛那些人事 安全自救委員 這些都要 花費人事費用 那麼還有一些行政的費用 這些費用 要多少錢 由國會 組成一個 國會運作 營運 的委員會 來審查自己的財務的預算 他們自己審 OK 還有議員的管轄權 議員的資格 的裁定 他有沒有上市議員資格 或者是說 這個議員 發生刑事案件 那麼 檢調單位 要來舉提 逮捕 那由國會來決定 要不要讓他逮捕 國會有可以撐起保護傘 好比說在議會的期間 我禁止 外面的檢調警察人員 進入到國會來逮捕 這個國會有這個權利 好 那麼國會他有一定的會期 那麼這些會期有分 在你 新的 議員當選 之後 要在規定的期間內 來召開 來選議長 副議長 來準備議事的運作 好 會期不繼續原則 就是說你在這個會期所提出的法案 經過審議 表決如果沒有通過 或者是來不及表決 結果這個會期結束了 那麼到下一個會期 這些議案就不能再提出來 審議 這個就是要保障下一個新的會期的時候 有更 急迫性的 更新的法案 要審查 才不會 阻礙到 新的 會議期間一些新的法案要通過 那麼上一期 沒有通過的 那就廢案了 好 然後 議案不再審議的原則 就是說這個法案 上一個會期 已經有拿出來討論 審議過了 結果沒有通過 那麼你在這個會期就不能再 把同一個議案又拿出來 審議 這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而且阻礙到 後面新的 議案的審議 這個 我們行政人員也要了解 因為很多 法案 是由行政部門 這些閣員 所提出 送到 國會去審議的 所以我們要關心他們的 議事的規則 他們議事的過程 好 那麼議會 有三個種類 一個定期會 還有臨時會 特別會 那麼定時期會這個基本上是 延續以前的經驗 累積 在哪一段時間來開會是最適當 所以這個已經有定期會 好 那麼臨時有發生 事情 需要 或者是 議案很多 我們需要 增加 臨時會來繼續討論 那可以 開臨時會 好 那麼特別會就是 剛剛講的 國會之召集 剛開始 新當選的人 那要開個特別會來選 新的議長 那麼特別會也可以 併在定期會議裡面來開 那麼國會 現在議員 不可能每一項都會 而且現在的 行政部門的單位越來越多 所以國會就會 相對應的 來設一些 常設的委員會 來對應行政部門的需要 由行政部門送來的議案 就會分送給各委員會 因為現在分工越來越細 所以 在日本的國會裡面 他們有設了 在眾議院裡面 有設20個常設委員會 我們來看 有內閣委員會 地方行政委員會 法務 外務 大帳 財務委員會 好 這個不用抄 因為 你們那個 所發的那個 珠紅色的 郡守準備會議 隔園郡守準備會議 那本裡面有 我們大概先這樣看一下 了解一個基本的架構 有文教 厚生 衛生醫療 榮林水產 商工委員會 運輸委員會 這些 我記得好像是在68月 好 另外 有通信 勞動 建設 安全保障 科學技術委員會 好 有環境委員會 好像這個環境委員會就比較新的 就是 最近 30年來 30 10年來 一些工業產品 工業廢棄物 工業污染 所造成環境的衝擊 所以 很多國家 都會設置 環保廳 環境廳 好 有預算委員會 決算 意願 懲罰委員會 有這麼 20個委員會 好 這是 眾議院的部分 好 那麼 國衛法裡面有規定 法定 的 有效出席的人數 一般 以二分之一以上 為原則 才可以開會 好 但是 在全院的會議 裡面 這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 就可以開會 因為你如果定太多 如果給他定二分之一 那經常很多會議都開不成 大家就坐在那邊哭等 等不到 湊不到 足夠的神數 所以一般 全院的會議 都 只要三分之一以上就可以 好 好 那麼 表決的 形態 也有三個 有相對多數 絕對多數 還有特別多數 所謂相對多數 好比說 我們要 新選一個議長 那麼如果有五個人 當獲選人 那我們就從五個人裡面 選出最高票的 那個人為當選人 就相對來 講他是比別人多 是相對多數 那不一定要過半數 再來絕對多數 這個就規定 一定要超過二分之一 的票數 過半數 才算數 好比很多國家的 總統 或者是總理 他們選舉的時候 就規定要絕對多數 一定要 過 二分之一 好 如果有五組候選人 結果選舉的時候 這五個 沒有半個 超過半數 那怎麼辦 就要第二輪 投票選舉 就是把這五個裡面 找最前面兩個 最高票跟第二高票的 這兩個 再選一次 那這基本上 大部分就都會通過 就會過半數了 好 那特別多數就是 一般 像修改憲法 這個很重大的議題 這個一定要 絕對多數 特別多數 要特別多數 就以三分之二以上 要規定三分之二以上 才 可以通過這個 憲法的修正 好 那麼表決方式 有舉手 有起立 有記名或不記名 的投票 或者現在比較新的是 用電子按鈕來表決 他按鈕有 同意 或者反對 或者棄權 有這三個按鈕 那電子按鈕有個好處 就不用在那邊數人頭 一按下去 電腦自動就把你加總起來 很快 好 那麼 意識規則 這個 意識的公開 是要以公開 為原則 好這個 主要的就是說 要開放 讓媒體記者 去採訪 還有 電視實況轉播 還有開放 那個旁聽 讓一般的民眾 經過登記 可以 去旁聽 讓這些 人民 可以 經由 電視報紙 或者你親自旁聽 來了解 議事廳裡面 這些議員 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的發言 是怎麼樣 也等於說 是另外一種監督的方式 看你們這些議員 有沒有認真 在替國家 在立法 那麼這也是檢驗 你當選以後 你的表現 那你如果表現不好 下一次你要再當 要重選要準備連任 你可能就會受到 你如果表現好 當然就沒有問題 那這些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你的表現好壞 他可以決定要不要投票 支持你 好 而且 在報章雜誌 會造成一種輿論 也可以引討 整個意識的方向 老百姓需要什麼樣的 那個議題 他們希望達到什麼的成果 那這些議員也會注意 所以比較不會脫離民意 不會說民意要往右走 結果 你國會議員 往左走走 立的法 跟人民的需求 意象不一樣 這個 所以一是 要以公開為原則 而且 你當天 那個會旗 所決議的事項 你也要在那個 國會的公報 要用書面的方式 用公報來表達出來 讓有需要的人 可以存留 以後要查驗的時候 還有一個文書檔案可以看 好 再來我們來簡介 日本的國會 因為我們 屬於日暑美戰 將來如果依照流球返環模式 我們台灣也是返環日本 那 日本這個 我們母國是 內閣制的國家 我們也要了解 他們內閣制 他們是在國會是怎麼運作 那麼 日本的國會 他們的 他是國民代表的機關 這是日本 國憲法第43條第一項所規定 他是 國民的代表機關 因為 國民主權之代表 國家之議員 實施間接民主 國家之議員 就是說 好比你是代表 北京阿華 琉球這個地區 選出來的國會議員 你一當選議員以後 你不是只有代表你是 為了爭取流球地區的人民的福利 而是 早遠於整個 日本國 你是日本國的國家之議員 就不是 你只是沖繩議員 你所要替國家立法 你是以國家的角度 看整個國家的利益 不是只看到你流球地區的利益 來立法 所以是 他是國民主權之代表 國家之議員 來實施間接的民主 OK 好 那麼 國會 日本國會代表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 這是日本國憲法第41條規定 好 他也是國家 其他唯一的立法機關 這也是第41條規定 沒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立法 只有國會才有立法的權限 其他的單位沒有 好 好 那麼國會的過程 他們也是 參眾議院兩院制 那麼 眾議院跟參議院 他們組織的成員是 有480個眾議員 242個參議員 加起來722個 來組成日本的國會 那這480個眾議員其中的300個 是要 由選民投票 來選出來 那其他180個 他是 依政黨 票的比例 來獲得 另外180個是 像 那個單一選期兩票是 一個投政黨 一個投候選人 好 那麼國會議員的地位 他們的身分的取得的方式 沒有別條 就主要參加選舉 就是 由黨來提名 參加選舉 好 那麼 國會議員有哪些權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有提案權 經過他地區的 民意 匯集起來 他來 提出一個議案 所以他有提案權 第二個 對行政部門 內閣 他有 質詢權 還有 對議題 有質疑權 好比說行政部門 出來的法案 這些議題 他可以提出質問 疑問 有 就質詢的時候 讓行政部門 來解釋 好 議會議會議案的表決權 這些議案經過審議以後 在委員會通過以後 要送到 全院來審議 他就 審議通過 就 加入表決 還有表決權 好 那麼 國會的議員有什麼特權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可以獲得年薪 這些年薪 等於是 基本上來保障 他的 生活 他的交通 沒有問題 好 不做逮捕的特權 就剛剛講的 如果發生 案件 如果檢調要逮捕 國會 可以撐起保護傘 不受這個議員 在議會的期間受到干擾 他可以專心去 在議事廳來審議法案 等會期結束 再決定 那個國會要不要撤保護傘 基本上你在議會期間 都受到 國會的保護傘來保護 好 言論免責權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讓你暢手欲言 你所有的意見 可以 沒有阻礙的來表達 而且不會受到處罰 這是一個言論的免責權 就是 不要讓你有壓力的狀況下 有一些話本來應該講的 結果 沒有言論免責權的話 你就有很多事你不敢坦白講 好 那麼國會有他的活動的程序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會局就剛剛講的 有三個常會 臨時會 特別會 那麼國會在審議的時候 他有剛剛講的法定人數 二分之一 基本上二分之一以上 會議的公開講過 表決 重要是這個兩院的協議會 就是一般 你法案提出 送去給議長 議長會分發給 相關的 委員會 或者說 有關環境的問題 就 發給環境委員會 去審議 因為 為什麼要分大概20個 委員會 就是讓 人數不要太多 一個委員會大概20個到30個委員 那這20 30個人在開會 這個發言就比較能夠 有充分的時間來 那麼 討論的結果 如果 議案有通過 那麼 就送到全面委員會 好 如果送到眾議院的全面委員會 通過以後 還要送到 參議院 如果參議院否決 那怎麼辦 那就 參眾兩院 要開協調會議 看哪一些部分 要重新修改 修改到兩院都同意 好 這個法案 才可以 通過 好 OK 好 那麼 眾議院的解散 日本內閣制 它規定 內閣可以解散眾議院 但是 不可以解散參議院 但是相對的 眾議院可以發動 不信任案 的倒閣權 如果這個不信任案 眾議院通過 那麼內閣就要總辭 OK 那麼 參議院因為 規定不可以解散 這個就是 預防 萬一 眾議院發動 不信任案 那內閣又發動 國會改選 就是 解散眾議院 好 那 內閣沒有 已經沒有內閣了 也沒有眾議院了 所以要保留一個參議院 萬一發生緊急狀況 好比說發生 戰爭 別的國家來侵犯 那就由 參議院來開緊急會議 來對應 新發生的 國際情勢 應該要怎麼對應 好 那麼我們來分析 總統制跟內閣制的做一個比較 這 參考田宏麗著作 國外助理手冊 裡面 這個 他這個分析做得很好 所以我 把它弄來給大家參考 好 有總統制跟內閣制 的代表國家 總統制是美國跟菲律賓 那麼 內閣制英國 日本 德國 我們來看他們元首的產生方式 總統制是選舉 選總統 那麼 內閣制這些大部分都是 皇帝制的國家 英國女皇 或者是日本天皇 他們都是世襲 那元首的職權 總統制是實權的總統 那麼內閣制這些天皇或者是女皇 都是虛偽的 只是一個國家的代表的象徵 好 那麼 格言可不可以兼國會議員 在總統制是不可以 內閣制的 是格言可以兼國會議員 很多內閣 的成員是由國會議員 被領選出來 當內閣成員 有沒有附屬制度 總統制沒有 那個 內閣制有 好 行政首長 向誰負責 總統制是向 人民負責 因為他是行政首長 那麼 內閣制 他們是向國會 內閣 那個 首相 或者是總理 他是向國會來負責 因為 日本的首相 他是國會的議員 一般是一個黨的黨首 要組成內閣是你參加 國會大選 為什麼講國會大選 因為這個國會的中議員選出來以後 他可以提一個 首相的人選 來組閣 一般就是黨魁 就像現在的那個安倍晉三 好 那他們 這些行政的首長 要向國會來負責 因為是國會授權他去組閣的 那麼 倒閣前在總統制沒有 內閣制有 解散國會 總統制沒有 內閣制有 那麼 行政跟立法有什麼關係呢 在總統制 行政全署總統 立法全署國會 兩權分權來制衡 互相制衡 這是行政立法 分別獨立 但是內閣制的國家 行政權屬內閣 立法權屬國會 可是行政跟立法合一 這叫做 撫會 合一 撫會協調 那這個 內閣制有一個好處 因為撫會協調合一 他的意識效率會比較好 因為 很多內閣的行政人員 都是從議員 被領選去當內閣的 閣員 然後 這些行政部門 所提出的法案 等於是讓 以前是同事 這都是議員 來審議 所以 比較容易通過 阻力會比較少 OK 好 那麼 要怎麼 才可以成為優秀的 國會議員 有一些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你本身 有專業的素養 所以將來 如果你們有轉跑道去當議員 那剛剛講的那20個委員會 你依你的專業 好比你對 交通建設 有專業 你可以加入 建設委員會 好 第二個 你要有領導的魅力 你當一個議員 你也要組一個團隊 來幫助你 來幫你分析 因為 國會議員 一般都很忙 你一定要有一個 好的助理團隊 那你要 領導指揮這些助理團隊 是要 要有藝術 而且要有 這個領導的魅力 你本身 你本身 要當選議員 你在外面演講 你也要有 演講的魅力 這樣 支持度才會增加 選票才會高 好 要有一個優秀的國會助理團隊 這個太重要了 因為國會議員本身太忙 不可能什麼事情都自己做 一定要委派他的助理團隊 來替他分析 抓重點 然後懲罰來給他 讓他可以在很簡短的時間 對議題的重點可以抓得住 所以 這個國會的助理很重要 像美國 他們國會的參眾議員 他們的助理船隊那些成員 很多都是 一流的學府 哈佛 這種學校畢業的 那麼 這些人 很多將來也會轉跑道 好比在 目前的中華民國體制 那個 謝長廷他也有一個很優秀的助理 叫做卓榮泰 後來 他也自己出來選立法委員 也當過立法委員 那麼 吳淑貞 他也有一個 超級的國會助理 叫做陳水扁 那就是因為陳水扁在那個 馮來島案件 他那個馮來島雜誌 刊登馮富翔 說他是以翻譯來 當作著著作 是剽竊人家的著作權 給他批 在文章批評他 結果被馮富翔告 法院真的是 是國民黨開的 那個 陳水扁找了七個 學者教授 去重新審查他一個這個翻譯 為著作 確認說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用翻譯來代替著作 可是承送給法官 法官還是照判陳水扁 十個月有期徒刑 所以就抓進去關 然後 吳淑貞 在那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 有大夫出征 高票當選 等陳水扁一出獄 就做吳淑貞的助理 你知道 陳水扁他 當助理 非常內行 很多 資料 很多人都很喜歡提供給他 一些秘密的 急急密的資料 所以吳淑貞出來 在立法院 舉手投足 都變得好像很有魅力 其實是幕後的推手 陳水扁 所以那時候 報紙 記者 或者是電視台 很喜歡採訪陳淑貞 吳淑貞 你就可以知道 有一個超級助理 你這個立法委員就可以做的有聲有聲 即使你本身不是內行 你就照助理拿給你的 來練 都很快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 吳淑貞往他搶到 你看這個超級助理員 後來當上 中華民國流行的總統 所以不要不要小看助理 好 那麼 國會的議員的職權是 議決法案 第二個 審查預算案 第三個戒嚴案 第四個特色案 第五個宣戰案 第六個購合案 第七個條約案 這個基本上就是 國會中央的議員的職權 那麼 議決法案是 最重頭戲的 最主要的任務 第二個 審查預算 這個就在 掌控 國家預算 的支出 或者是等於是在 監控 行政部門 好比說你有沒有浮爛編預算 或者是 你疊床嫁屋這樣子 就是 就是好像為了要消化預算 又新增了很多 那個 部門 那 立法 部門就可以用審查預算的方式 把你一些 單位刪掉 讓你這些單位不能運作 就是 也等於說看緊 那個國家的荷包 好戒嚴案 如果說發生動亂 需要宣布戒嚴 要國會 代表人民的國會來通過 你才可以 宣布戒嚴 因為這個 戒嚴案宣布 影響到人民的 生活的那個 那個水平 很多 自由就消失 失去自由 好 特赦案 這也要 國會來通過 好 尤其宣戰案 是國會通過以後 才可以授權給行政部門 好比說行政部門的國防部 他們來 動用軍隊 好 過河案 好 要簽和平條約 就後面這個條約 要不要過河也要 國會通過以後 再來 簽條約 那這個條約 也要送回來 行政部門出去簽回來以後 也要送國會通過 這個條約才算 好 那麼國會的助理 有哪一些種類 我們來以美國來做例子 有國會領袖的助理 參眾議員的議長 副議長 他們的特別助理 因為國會的參眾議長 比較忙 所以要有一個特別的助理 國會秘書處的助理 這些 就比較做一些行政協調的工作 還有準備的工作 各委員會的助理 各委員會的助理 剛剛講的有常設委員會20個 還有非常設的 有一些臨時的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也要助理來協助他們 寒極各方的意見 讓各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基本資料可以來看 再來就是議員個人的助理 這是個人聘請的 這些助理的功能在做什麼 那就有分行政助理 還有法案助理 行政助理就一般的行政工作 安排行程 這些事情 那麼法案助理 這個就要比較專業 好比說 有關環境的審議的物體 這個法案的議題 那麼 你這個助理 要分析這個法案 你要對 環境法規要很了解 那麼這個要新設了一個新的法規 你要去重新分析 這個提案要怎麼提 那這個法案 提案 有沒有 跟以前曾經提過的一些法案 有沒有相衝突違背 或者重疊過 這些都要由專案的法案助理 來分析 來重新 整理過 再來秘書 像這個秘書基本上就 跟在 這個國會議員身邊 處理隨時發生的事情 包括安排行程 拜訪什麼 這個重要的人物 都是由這個秘書在處理 很多事情 有些這個秘書還兼司機 因為出租路路都要跟著 這個國會的議員 好 那麼國會助理的聘用 有一些法律上的規範 好 第一個 基於議員個人的 私人契約的關係 好 這個 有的要 聘請通過國家 那個考試通過的公務員 這些 有 通過考試基本上有一個 水準 第三個 第三個 不得聘用親人 但是 他有著名 不知心除外 好 這個 在目前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很多都是不知心的 他也 不是親人 他為什麼要來當助理 就是有 他只希望說 我來幫你做免費 但是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幫我印一個名片 上面 我的名字 某某立法委員 他現在就要拿這個名片 出去招搖狀片 說得比較難聽 會去 去地方的 建公所 鄉公所 區公所 那個 建設科的人員 我是某某立法委員的 助理 我想要來 表工作 包工廠 有一個很大小的 立法委員 那小官員看到 這個帳應該要賣吧 就可以很多便宜行事 所以 他就不用領薪水 只來參加修工廠 就很好挑 買鹽收 這個名片尊一下 好像 都鹽不過 這就是官官相扶 好 這種的 我們民進府這件 要杜絕這種情形 好 那麼 國會要立法的技術的觀念 其實 這個在說的也是你們要了解 因為很多法案都是經過 行政部門送出來的 第一 要了解 人民的訴求 他了解後 要去分析 設計 擬定 教室 了解後 知道人民民主要的重點在哪裡 好 我們來分析 怎麼說的 有沒有跟以前的法律 重疊了 還是抵觸了 有相仿的意見 好 好 那我們要重新設計 一個新的法案 那麼 要把總綱列出來 重點下出來 一個標準的總說明 總議題 這個法案 我們要把這個法案送給其他議員 其他議員會在審議 是 提到這個國會議員 一看可以清楚的了解 你的重點是要做什麼 要有一個總議題 要有一個分析 12345 有什麼重要點 好 好 這個 這種的擬定 之後 你要 全面的交審過 再review一次 看真的有 參加國外的禮拜之後 跟我們的民進有合法 跟我們過去 所立過的法案 有沒有相衝突違背 這都要再交審 不要送出去 那種抓出毛包 從貼頭回來 我們就很浪費 所以很多你如果 被抓出毛病 在委員會就會被 退案 如果審議不通過 那個法案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 立法技術這個要注意 好 那麼國會立法有一些程序 我們來看 第一個 他要提案的時候 我剛才說 可以由行政機關來提案 第二個 由議員來提案 你注意 譬如以英國 以外的內閣制的國家 他們86% 的法案的提案 是由行政部門所提出來的 86%到86% 那麼 真的由議員所提出的法案 只有占14%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將來 各位 差一真真 剛剛 立法的推手 所以你沒有 沒有了解這點 很重要 86% 的議案 是由你們這些行政人員 隔員 內閣 那個 你們這些隔員 或者是 這個郡守 你們 這些人員來提出來的 好 那麼這些提案 那 辦公司貝達拉 行政部門提出來 法案 有97% 會在國會通過 你看這個通過率有多高 這個效率有多高 啊就是因為 很多的議員 被 提拔進到內閣去 那內閣所提出來的 法案 國會議員 大部分都會買賬 我們都一樣 作為選議員選出來 我們都港國的 我們都港黨的 我那個 感情在 好 那麼 由議員提出的 14%的議案 通過率多少 只有38% 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很多議員 他都是受到 他選區的那些地區的 百姓的壓力 給予提出一個法案 來照顧他們 這個都是地區性的 不是全國性的角度 所以上到 送到 參眾議院 在全院會議的時候 就 基本上都不會通過 很多都在 相關的委員會 就被擋掉了 所以他的 通過率只有38% 差了 差在這 好 那麼 國會議員 他有審議的權利 好 這個 法案 一送交出來 都是先送給議長 由議長 交付給相關的委員會 我剛剛講的 是交通的 或者是榮林的 由議長來交付相關委員會 經過審議 好 審議如果通過以後 然後再送到大會來審議 好 大會審議通過 就送到大會來表決 表決如果大會表決通過 好 這個法案就真正成立了 就變成一個正式的法律 可是後面還有 要送去 行政首長去附屬 而且 還要 讓行政首長 就是總理或者是 首相去公佈 讓 全國老百姓知道 但是 第四跟第五這個附屬或者是公佈 你如果不附屬 也不公佈 並不影響 這一個法案已經 在參眾院表決通過 已經是一個法律了 他送給你行政首長去附屬 意思是說 跟你統帝說 我現在國會有 新通過一個法案 變成法律了 你要依這個新的法律 依法行政 你行政部門要知道 所以你要簽名 告訴你 你有沒有說你不知道有這個新的法律 這只是 這個意思 所以 你後面要不要負責 要不要公佈 不影響這個法案已經成立變成一個法律 好 現在我們來講 內閣與行政府 那麼行政的意義 有消極的定義 好比說 只要 國會立法部門 的立法權沒有規定的 或者是司法部門的司法權沒有規定的 這樣存的都要行政權 都要行政 單位 好 那麼 範圍的定義 就比較廣泛 他就規定說 好 只要你 國會立法部門所立的法 都是大原則性的 我就依法行政 這是我的範圍 好 但是其他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 行政的規制權 管理權 好比說 交通建設的交通法規 營建 你要有營建法規 這些 你 立法部門 他走立的法 都是大原則性的 但是 施行的規則 或者行政法規 是我行政部門在定 營建法規 還有醫療 的法規 還有食品安全法規 有沒有 還有包括交通法規 還有 一些許可 好比說驗證 你要考駕照 這些都是要行政部門 有一個監理單位 來驗證你的 好比驗車 或者你的價值執照的考照 或者一些特許行業 你要有特別的 技術的時候 你要通過國家什麼 檢驗考試通過 你才有資格成立什麼公司 這些證照制度 這些都是 這些 行政的法規 都是行政部門自己在定立 這個 就是他的行政權 之一 他的範圍 就是以 範圍來定立 包括 一些交通建設 還有 水電瓦斯 以前的瓦斯是大家各買一桶回家用 現在都市行新的 就像自來水一樣 打開就有水 現在自來瓦斯 那要做自來瓦斯要拉管線要開挖馬路 買管線 這些都建設 都是要由行政部門來發包 來監督來驗收 所以行政 用 範圍來定義 另外一個實質上的意義 在總統制的國家 選總統 叫做 大選 因為 選上的總統 這個總統就實際上擁有行政權 但是在內閣制的國家 好比說日本 這個參眾議員的選舉才叫做大選 因為他們沒有在選總統 因為選完了議員 由 超過半數的這個黨 得票 超過半數的這個黨 才有權來阻隔 那如果沒有超過半數怎麼辦 這個最大的黨 就要去邀請其他小黨來加入 超過半數 來組成聯合內閣 好 那剛剛講說如果是最大黨 這個黨的黨魁 基本上就會被推選出來 當首相 來組內閣 好 那麼這個首相又從他的這些 議員 挑選 適合的人才 來加入他的團隊 來組成內閣 所以 實際上就是你這個黨 選舉的時候 得過半 得票得半數 你就 掌握到了實質的行政權 OK 那這個實質的行政權就 包括剛剛講的這兩個範圍 包括他的定義 好 那麼 現在已經時間到了 那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我們休息十分鐘 這邊有三位 林奇妙 簡庭一 林聖傑 如果有在的話 麻煩找我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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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